我不管你是否是有超对啊 我都要跟你取应朋友 于是这样喊出了五败啊 喊出了这个欧印 欢迎来到龙凤德州 来看这一手牌 Francisco A3鸿桃 大盲位是加注到了3300刀啊 因为有两个Straddle在 最终两个Straddle并没有走 蔡老板拿到了一对酒 翻牌 开门一张酒啊 蔡老板运气不错 翻牌面中赛 不过乍一看 只要转牌没红桃 这手牌应该闹不出什么太大的动静 Francisco翻后连贯下注 底持一万 这一枪肯定不会超过3000 哇直接打6000啊 你真的不担心两个对手有K吗 这个下注基本明确表示 老夫呢 这手牌也就是6000刀啊 有人跟得动 老夫转牌 绝对不会再支付一毛钱 蔡老板看到这个下注啊 别提多开心了 反手一个跟住 牙医走人 单挑吧 转牌 一张黑桃三 公牌面出第三张黑桃 而老Francisco也算是拿到了摊牌价值 看看牌 想演一下单张黑桃啊 转牌过牌 他能做的有限 而蔡老板手里的一张黑桃9 很显然并不是很大 他并不喜欢这张黑桃 转牌还是要打上一枪啊 能收持当然更好 收不下来呢 合牌看情况在动 这枪很轻 两万二的坡 老蔡打了八千两百刀 虽然只有三分之一 不过对于Francisco来讲 这个下注也足够了 A3去跟住 很明显啊 基本来讲是跟不动的 能做的呢 除了改牌以外 当然还有一些疯狂的举动 比如这个下注啊 底持现在是三万啊 Francisco打了整整五万 这个下注很像一张大黑桃干的事啊 而毫无疑问 Francisco下注以后已经套持了 说白了 蔡老板很清楚啊 这个下注不是五万 而是八万刀 那现在对于蔡老板来讲 就是两个选择 要么直接推出欧印 要么就是盖牌 而后者我不觉得 在蔡老板的字典里 既然这么像是一手bluff 那我就抓着看好了 喊出欧印 那Francisco没得选了 这五万刀花的呀 接着来看这手牌 哎呀 两个顶级老板之间的战斗 这样拿着一对酒 面对查尔斯做了三败 而查尔斯拿到AK也是丝毫不怂啊 直接反推了五万 手里留下两万六 换做其他人 我觉得看到这个四败 九九应该不会做太多的犹豫吧 但是JR他不一样 如果前后这一年的时间 大家都有看龙凤的解说 那就应该很清楚啊 JR这个人到底有多疯狂啊 年度集仅二十手牌啊 至少有五手牌 都得来自于他 我不管你是否是有抄对啊 我都要跟你取应朋友 于是JR喊出了五败啊 喊出了这个欧印 而查尔斯也很清楚啊 自己大概率是撞上一对了 于是跟何关说啊 要求要何关发两次牌 好 口袋对子对上双高张 经典的翻应币啊 两人误开的胜算 来看看谁输谁赢 二八高 第四翻牌没A没K 对于查尔斯也没有帮助 九九有机会 哎呀 九九被发死了一次 当然啊 没死透啊 合牌还是有机会的 合牌 哦 差一点点啊 就大了那么一点点 会和平分钱吗 来看第二次发牌 哎 AK的实力啊 被展现了出来啊 第一次掉K 第二次掉A 转牌一张钩 对于JR还是没有任何的帮助 又是这3%的胜算 让人绝望 River一张圈 恭喜来自中国的查尔斯老板 从JR身上拿到了Double啊 这是一个持五万三千七百刀的大敌尺 接着往下看 老魏A钩 加住到两千 查尔斯口带三跟住 FranciscoA圈跟住 蔡老板 面对三个对手啊 K4黑桃选择入池 但是黑桃翻后只有一张 而查尔斯呢 翻盘面中赛 又看到一张A 这手牌 Francisco和老魏 估计都带掉点肉啊 翻后 Francisco拿顶对 下注六千 面对三个对手 又是一个顺子面 又是一个两张红桃的牌面 真的有必要打这六千吗 而老魏跟住之后 查尔斯知道自己啊 可以有所动作了 为了避免转牌再掉红桃 在这儿收下底驰啊 也是个不错的选择 五千一万 两万 嗯 这一枪很重啊 底驰才两万刀啊 一个超时的下注 被推了出来 截止到目前为止 Francisco今天真的没少输啊 已经重新补过十万了 而这手牌 查尔斯所展现出来的牌力 也确实强啊 面对一个下注 一个跟住 还敢反推五倍 连老魏都直接认输 玩事老魏 还不忘问一句 查尔斯啊 你是在买花吗 买花有必要推五倍回来吗 接着往下看 J2K勾 加注到了一千四 庄位的牙医 六八红桃 这手牌 都能用来做三败吗 而两千五百刀的加注 竟然不是这手牌的结局啊 查尔斯在枪口 拿到了一对十 四败到了整整一万 真的疯狂啊 牙医 Dave 六八红桃 还是扑了 而Henry的一对五 竟然都没走 哎呀 遇到这种情况 你真的要想好 你不但翻前已经花掉一万 你还要继续面对对手 在翻后更大的下注 这一对五说白了 就是一万块啊 看了个翻牌 另外两张五是那么好掉的吗 包括Dave也是一样 这手牌没看到红桃 你要怎么玩啊 翻后查尔斯 虽然看到圈 看到钩 但他还是再打出一万 一对十 当一对K一对S来打 并没有任何问题 而只要能躲开一张圈 和两张草花 收持也不是难事 这手牌查尔斯 打得很漂亮 好 来看本期视频的最后一手牌 Francisco圈十平托 老魏装卫八九平托 Henry勾七平托 查尔斯三六平托 五个人的底持 翻牌三八九两张方块 JR拿到了铜花听牌 而老魏拿到八九两对 既然翻钱没人打 那么我来 翻后JR铜花听牌下注一千四 而Francisco只有一手卡钩的顺子听牌 这个男人他怀揣着梦想 选择了跟注 老魏看到一个bats一个core 直接用八九两对 加注到了七千 只要有牌 JR就可以拼尽全力 想都没想 铜花听牌跟注 Francisco 哎 这一千四花的呀 转牌都没看到 这牌不可能去core啊 Francisco很清楚 自己就算追四张钩 也有一张方块钩 是负提升啊 只能盖掉 转牌一张K 虽然没看到方块 但是JR拿到了摊牌价值 又拿到后门的顶对 现在直接选择了check 而翻牌面那么大的夹注都被跟了下来 老魏能做的事情好像也有限了 这一枪怕是很难奏效 但这一枪老魏打的似乎并不小 其实在我看来啊 八九两对真的过牌就好 你队上的可是JR 你队上的可不是Henry JR反手跟注 继续去买花 合牌 草花五啊 虽然不是方块 但足以让JR反超了 而对于老魏来讲 他很清楚啊 合牌的草花也好 转牌的草花也好 很难帮到对手 因为在flop上 对手不可能用两张草花 去跟住自己超持着下注 哎呀 可是老魏 真的不打算过牌吗 他可能能读到JR 或许在转牌能拿到这张K 但是他却读不到啊 JR手里的K五两对 可怜的老艺术家 合牌竟然打出了三万 而JR一个秒跟 让老魏的心狠狠的被揪了一下 十万刀的底持 恭喜JR后门逆转 一口气赢了下来 好 这期视频呢 到这里就结束了 如果大家觉得超高额的战斗依旧精彩 记得帮龙凤点赞 咱们下期再见 是